中杰伦睿为六年的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 同名主打歌带着听众一起化身时空旅人 回到1920年 在古典流行交错的举风中 透过歌词的导览仿佛生力习近般 越览了徐志摩的诗文 达力墨内等人的创作 并融合文学艺术主题 向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致敬 专辑登上2022年 全球十道专辑销量榜冠军 周杰伦成为首位风惯的华语歌手 明星魅力强 歌曲传唱度也高 只要我的围绕我 没有人给我头衔 我也值得被喜欢为主题下笔 徐家营的准明星 描述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既平凡又特别的存在 想要很轻松的玩 就是可能不想要去讲任何的道理 然后也不会居住 一定要去讲感情 或者是聊梦想 谈青春 没有 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让 然后发生了一句 尝试结合东方游戏与现代西洋舞曲 呈现出青年级的新复古文化 徐家营不讲大道理 只想做些纯娱乐 让人感到快乐又耐听的歌 而在疫情三级警戒时期 所创作出的民事 则是红沛宇带给大家 仿佛在黑暗中推开一扇门缝 影光入室的温暖作品 在这个看似就是速度很快 很进步的世代里面 大家有些时候会忘记照顾自己 现在状态是怎么样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那民事也是这个身体 就是对我来说 这个身体也是民事 那如果我们可以 更好的在当下 看到自己的状态 然后看到自己以外的所有事情 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吧 很重要的念头是此存在 就是这个当下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那它过去了真的过去了吗 还是它永远都会跟着我们 然后会变成我们的力量 或是变成我们的一个 很棒的印记 经历的一切都有其意义 就像安普将14岁青春期的 创作收录在二十多年后的专辑中 在被喜交织的跌宕岁月里 寻找最美好的时光 希望不管它是对某些人来说是可以陪伴在他们生活里面的小品 或者是有可以领赏的那个深刻的角度 我都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提供别人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面向就很好了 安普将歌曲献给正在成长的女孩与女人 是首祝福老去也祝福青春的情书 这一步一步一步啊 倒下来的阻碍 为了这一步来烦恼 为了困点来 郑亦农新世纪的女儿 则是要唱给每天在不同领域及环境中 努力冲破困境的每一位女性 提醒她们 选择在角色与角色之间转换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自己 努力冲破困境 每首歌都有背后想传达的意涵 台湾族歌手葛西瓦 以足语创作的梦 就是她写给三岁儿子梅西的摇篮曲 用沙哑充满磁心的嗓音 温柔的唱腔 缓慢道出这个世界的善与恶 与为人父母相守护孩子的决心 并期许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能够大胆做梦 或选入为年度歌曲的六首歌 从传唱度到具时代意义 议题现象等 不同面向角度切入 让人听得产生共感 也让歌曲发挥影响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